我撐住下去我關掉了 那對他們整個家庭來說是更大的影響 他要重新把這個店開張起來 他還要再付出一次成本 所以他們就算是現在是賠錢的 但他不想關 所以差不多還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我們才會看到導電潮的開始 看一下現在的收入 是否已經受到新冠肺炎擴散的影響 很重要 民以食為天 食就靠我們每天的income來支應他 收入有沒有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2021年6月這次的調查 65.5%的人認為說 我已經有受到影響了 這個影響應該都是負面的影響 那跟前一次的調查是 去年底的12月 那時候48.1%大概多了將近17% 認為自己的收入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我們上次調查反應有幾個行業 像重創就是內需服務業 旅遊業 餐飲業 你必須要配合防疫的政策 那這我們也知道是沒有辦法的 也知道政府是在幫忙我們 但是隨著日子接下來去過下去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這些店家能夠撐得了多久 我自己有去問過我自己選區裡面的一些店家 他告訴我小吃的一個月 我說他們還可以再撐一個月 撐一個月沒有過 從上一次兩個禮拜開始再一個月 從改成那個不能內用開始 他說在之前沒有改外帶這個部分 可能他們還可以 但是改成說不能內用 只能外帶之後 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他說從那個時候 應該這個上一次 就第二次封 第二次再加封的時候 三級警戒的時候再延兩個禮拜 對 這個時候開始已經兩週了 所以對他們說其實還有兩週左右的時間 那他們都撐著 他們希望說如果我6月14 我不要再延第三級 可以回歸到正常的生活 一點點 至少我可能可以內用的話 那他們可以撐下去 但如果沒有的話 他說他的業績剩下本來的一成 是很好吃的店家 然後平常生意很好的店家 水電租金都不夠啊 是 所以他們其實是非常的痛苦 但是這是他們的心血 就他們從創立這個店面 然後到累積的顧客 他會覺得如果現在我剩一成嘛 我稱呼下去我關掉了 那對他們整個家庭來說是更大的影響 他要重新把這個店開張起來 他還要再付出一次成本 所以他們就算是現在是賠錢的 但他不想關 所以差不多還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我們才會看到導電潮的開始 那我們從日本跟澳洲兩個國家去類比 所謂的封城 剛看到民眾對於封城的支持度非常高 高達82 他都認為應該可以要去封城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台灣的做法 其實我們是比較接近日本的 日本他是用緊急事態宣言 所以他是一個軟性的封城 就跟我們現在是一樣 但是他的結果其實是說他會一直壓不下來 就是很難接近零 他就會一直有 那你就要一直用緊急事態宣言 這是一種其實有點長期的折磨 但他的好處是說我們大多數的人的生活 他還是可以在一個幾乎是正常 一定程度的自由跟正常 對像我們該上節目的 該工作的都還可以基本的運作 只是會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對部分產業有影響 那另外一個例子是澳洲 澳洲就是用硬性封城的 大家記得嗎 最近他們墨爾本開始封城了 我朋友住在墨爾本 我就問他情況 他們封城是因為他們的病例數 從12確診升到26 這樣就要封城 那他的封城是 就是說他會看你居住的地方的公里數 比如說最嚴格的是 你住家範圍的5公里 這是你唯一可以移動的範圍 每個人每天有一次的運動時間 然後每個人的家庭可以出一個人 一天一次的採賣 就是規範到這樣子的程度 然後這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你就是不上班不上課待在家裡 我問他覺得這樣做好不好 那問他對台灣的看法 他告訴我說 他們在澳洲的人 覺得封城非常好 他覺得本來就該封城 他一直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台灣不封城 因為他覺得說他們的經驗 他封了三 他已經封第四次了 他發現說封城 只要按例數上來一封城 這個馬上下滑的很快 然後等到一陣子之後 又上來了 馬上再封一次 又下滑的很快 所以可以保障大家的身體安全 醫院比較不容易被擠爆 所以他們自己澳洲的經驗 他們是覺得封城是好的 所以到底哪一個 是日本式的好 還是澳洲式的好 這個是要看指揮中心 以及我們縣市總長共同去決定 查看筆NI 是人未能做的 一陣子 而這陣子 是人未能做的 從丁子 在這裡 那看似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